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一样是介绍EDS 然后我们是主要把这个功能面放在 个人研究的这个历程的管理 也就是资料夹的使用上面 那我们今天就一样跟大家再提一下 我们的EDS 那这个我们的探索服务或者是叫发现服务 如果大家还没有印象的话 我们就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就是它是一个整合查询 那类似像Google学术可以查找 我们这次的合作案当中 就是可以使用的这个资源 还有就是国外的文献的部分 查询的部分也会是蛮完整的 那搭配它的一些自己的功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个个人资料夹 可以让我们在文献的这个管理的部分 可以更就是方便一点 那现在也坊间很多的这个工具 比如说就是一些做笔记的软体 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用NNote 或者是用这个RefWork去管理我们的这个书目 那如果大家就是自己也有用一些这个 就是笔记软体像Notion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在应用上面 可不可以让他们就是有一点简单的这个整合这样子 那同样的再不带一提就是我们的APP 这个APP的话呢 如果大家就是需要的话 都可以随时下载 那透过认证之后 在一个月内可以就是随时使用 都就是不用再重复登入账号 那它打上关键字 然后做搜寻 然后就可以看到文章 那点击之后 有全文的就可以看得到 或透过连结去做其他的申请 那它的功能 所以稍微简化一点 不是所有的条件值 都会放在上面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看到这个使用上 它也可以去加上我的最爱 然后阅读文章等等 那如果是电子书的借阅 或线上阅读都可以 那我们接着是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个人研究历程的管理 那也就是结合这个知识管理的部分 跟大家就是再多提一点 这个Notion的部分 让大家就是如果有在用的同仁的话 可以做个参考 那我们会涵盖的就是这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 它是一个大部分的这个 就是资料库或平台上面 都会有的一个个人服务 那Apps Code其实也有 那我们的OpenEssence的 这个登录的好处就是 它是一个单一登录的这个系统 所以如果是使用OA 然后登录Apps Code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OA账号 就直接创建了一个个人资料夹了 文件夹 那就不需要再去另外建立个人的这个资料夹账号 那以往大家要到不同平台 再建一个账号 设定不同密码 那如果使用OA的话 在EDS这个平台上的话 就可以直接免建立 那如果是没有使用OA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IP内直接用的话 那我们就要点这个登录去建立账号 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提一下 在文献上的搜寻 如果我们全部都要把这个资料都就是一次获取到我的Anot 或RedWalk这样的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Share的功能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建立搜寻的提醒 然后历史啊 还有更文件夹的使用等等 还有就是跟Notion的一些结合 现在蛮多人用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拉进来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有兴趣对这个Notion的话呢 在YouTube上面其实都很多的教学 中英文的都有 那它在做知识管理这一块 就是它不是单纯只是笔记软体 它在做知识管理这一块会比较方便 特别是我们在做我们现场看报名的资料 很多都是研究人员 那我们如果有这个研究的主题 或者是方向的话 透过Notion来做一个整理 那会蛮多帮助的 那像这几个影片 它就是有提到 就是在做文献的这个就是整理 或者是说 就是自己的这个研究主题 在做管理的话 透过这个Notion其实会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的相机的实作 我们同事之前有提到 就是如果我们要搜寻的话 我们今天就搜寻这个白花菜 好那这样大家就会看到搜寻的结果有800多笔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搜寻到的结果如果我时间不够 那我全部又都要把这文献下载下来的话 那我们有一个Share共享的功能在这边 好那这个共享这个Share的功能呢 如果你点一下会发现最下面有一个汇出结果 那针对这个文献如果我全部都要把 因为我们EDS搜寻到就这么多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呢去点这个 以电子邮件传送连结 以下载汇出的结果 最多875个 就是现在这边的页码 上这边的页数就是当中所有的资料的搜寻结果 那它有一个上限值 上限值是2500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汇出文献的话 不管这边是几万篇的文章 那如果你要一次汇出的话 它的上限就是前25000篇 那因为这边的话只有800多篇 所以我可以一次汇出 所以如果我们在做资料 收集的话文献不是太多 我要一次下载下来做分析来看的话 我可以点以电子邮件传送连结 那这个功能的话会汇出的是这些格式的档案 那其中第二个是TXT档文字档 那第一个是RSRS的格式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EndNote或RefWork或这个软体或MadeLane这些 你都可以去吃RS的格式 就是它用Word是打不开的 你只能用这些软体把它打开 那我们会透过Email的方式寄给你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边留下我们的Email 然后按传送 那你过了大概几分钟 不会马上 过几分钟之后呢 就取决于那个档案的大小 那如果过了几分钟之后 你就会在你的信箱收到一个很短的信 它就会告诉你 就是寄来了 然后附上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你点一下 就会下载一个这个压缩档 那个压缩档把它解开 就是这个RS的格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汇到EndNote当中了 所以我们的文献如果大家 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在一个168小时之内呢 去取得这个就是这个连结会还是有效的 所以不用到马上 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如果大家收集到的 查导到的文献这个主题你要全部 就是把它载回去的再做分析的话 如果而且又有用EndNote的话 会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汇出结果上线可以到25000笔的资料 所以这个是全部都要的状况 那再来是我们的系统它可以去 就是这个资料夹的功能 它可以去记忆我们的关键字 这边呢有一个新增检索字资料夹 我可以点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就是这个关键字的超连结 点击之后呢 这组关键字就会记在资料夹当中了 要点进去资料夹才看得到 在这个画面当中没有动静 所以这边就是如果我需要把这个关键字也记忆起来的话 这个资料夹还可以去记忆我们搜寻的关键字 那再来是这边有一个建立新知通报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主题 我现在的搜寻就是找到875篇的文章 然后我们看一下出版日期 这800多篇的文章的最早的一篇是1960年 最新的是2022 所以就大概是60几年的这个 就是历史的资料 我们在这个EDS当中所拥有的这个索引 所出现的这个800多篇 那文献它是持续出版的 那这些期刊或这些 就是杂志不管中英文的 只要我们EDS有收录的新的文献出来 它都会持续新增到索引当中 那我们如果对这一个白花菜 是长期研究关注的话 就是我不管研究白花菜的任何一个主题 那只要是它有提到白花菜这个字的 那我们就要寄这个 我们可以让系统自动寄通知给我们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搜寻的提醒 这边的共享就会看到有一个建立新资通报 建立新资通报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寄送这个最新的研究通知 也就是说现在这800多篇的文章我取得了 我汇到了NNote了 但日后新的呢 一个月后可能就变880篇了 半年后可能变900多篇了 那我就可以让系统来通知我 不用每次我都进来这边 再做一次搜寻 那这个就是新资通报 有两种方式 RSS是蛮早以前蛮流行的 但后来大家就很少用了 那这边的电子邮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电子邮件呢 来新增这个新资通报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这个电子邮件新资通报 点击之后 它会跳出那个画面 但是今天好像跳不太出来 跳不太出来没关系 在检索历史这边呢 它也会有 这个检索历史呢 大家点击之后可以看得到 这个检索历史就是我的搜寻历程 那我的搜寻历程 每做一次搜寻 它就会出现一笔的记录 那这个SE就是我现在只搜寻了 第一次的这个搜寻 然后结果数量是多少 我可以修改这个搜索 那我们刚刚那边 如果不能点的话 我可以勾它 然后这边一样有一个 储存检索新资通报的这个服务 那点击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搜寻的关键字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去把它就是搜寻这个 就建立这个主题 然后这个说明 然后我们这边选择新资通报 那这边的三个 就是有一个是新资通报 一个是储存你的这个检索 那我们是要让系统通知我们 那我们也不希望太频繁的收到通知 我们就选择每月通知一次 那大概就是要通知多久 一年 那我们的话呢 通知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用这个数目管理软件的这个 管理软体的这个档案格式来寄送 这样就方便我们把新的资料 跟原本800多篇的N-note 会在一起 那或者是用email通知 这个基本的文献的这个资料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可以用电子邮件寄送所有的这个通知 那这边的话呢 需要我们在这边留下我们的电子邮件的信箱 这个电子邮件信箱的话呢 大家还可以插入分号 就是我们如果是同一组部门 同一个研究小组的 我们可以同时收到通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如果就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这边的主题打上去 然后呢 这个信箱呢 可以在这边打上我们的信箱 那我就是打一个假的信箱 这样不会一直收到 那好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储存 按一下之后 它就会去记载资料夹当中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 日后就会收到新的新知同报 好点继续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知通报的部分 共享这个新知通报这个连结不能点 我们就改到检索历史来勾选它 点储存 好 那如果我们要储存这个检索的话也可以 这笔搜寻的记录现在找到800多篇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 就是打上去 然后这边点储存的检索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当时就是7月21号当天 我们在使用EDS做搜寻 找到这些资料库的这个 就是找稿结果的笔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存在这边 那它会自动跳转到资料夹这边来 所以我们如果点右上方的资料夹 会看到同样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资料夹的话呢 我们去年我做了一个夏季热景 破对珠子的影响 那今年我们就看到这个白花菜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储存的检索 那我们来看去年做的 去年做的这边以截取已储存的这个检索的话呢 我们点选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边的关键字 就是我们去年的就大概这个时候 8月吧的时候所做的这个主题 就以这个来做搜索 那一年后我想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资料 我就点重新执行 那这一组关键字不用打上去 它会自动帮你带上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结果 那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这个搜索 所以这一边的右上角的资料夹 我们的这个就是储存的检索 这里呢 它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 就是随时去把关键字再带进去检索 那这样会比较方便 那接着回到是刚刚的新知通报 这个新知通报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 就是百花菜的新知通报 它会放在这里 那我们如果研究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们不想再收到通知 请大家呢 记得进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来 然后呢 把它删除掉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再收到通知 所以这个部分就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通知如果要删除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要编辑这个新知通报 这边的频率呢 你都可以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是我们的搜寻的历程 还有历史跟我们的个人的文件夹 的这个部分 给大家做参考 那再来是这边的资料夹当中 还有一个检索连接网址 这个检索连接网址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所记忆的关键字 刚刚我们把那个关键字 如果有记忆起来的话呢 它也会放在这个 这边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还可以直接把这个连结 复制起来 然后再贴到新的视窗 它就会用这个关键字 自动再重新搜寻一次 所以这个是搜寻的时候 我们的资料夹 如果是有登入状态的话 就可以看得到这些的这个 资料跟功能 那当然如果我没有登入资料夹 有些基本功能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白花菜 我点重新执行白花菜这个项目 这个关键字 那接着的话呢 检索历史 我做了两次 我们可以点一下检索历史 把这个区块收起来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的资料夹 它还可以去保存 我们找到的文章 刚刚的共享是一次记全部 它是没有去挑选过的 所以有些文章你可能 有需要的可能没需要 如果是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 预览的功能 来看一下找到的文章 然后点这个资料夹的加号 就可以新增 那我们的资料夹呢 它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子资料夹的话 它会出现在这里 问我们要添加哪一个 那我刚刚 就是示范了一个 就是新增了一个这个 给大家看 那我们这边的资料夹 如果你是有登录状态的话 你是可以去新增子资料夹的 不然的话 全部的文章都会放在文章这个子资料夹 那如果你有不同的主题 就会比较不方便 那这个编辑 我就把这个资料夹删除 那现在的话 我的自定环境 没有任何的资料夹 我再回到我的搜寻结果 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我点这个资料夹的加号 它就没有跳出那个选项了 就保存在刚刚那个文章那里 所以我们的资料夹 如果你是处于登录状态的话 你可以去新增不同的子资料夹 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把文章新增 然后呢 添加到资料夹当中 那如果你有建立子资料夹的话 还会挑出那样的选单 看你要添加到哪一个子资料夹的部分 那这样的选择 就是如果你希望一次添加比较多笔的话 你可以点共享 现在一页显示20笔资料 所以如果你减1到20 你就可以把这20篇的文章 一次性的添加到资料夹 那如果你不希望 这样就是只有20笔 你希望一页显示多一笔 请大家页面选项这边 选到50 然后点套用 你就可以把这个 就是页面现在就选成50笔 你就可以第一个 1到50 把它添加到资料夹当中 然后接着的话呢 把网页拉到最后 会有第二页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再继续的去添加资料 那当然就是用点的 用勾的 就是用点选的 也可以单篇单篇的 那这个个人资料夹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这个找到的 这个添加进来的文章 就会放在这边的文章资料夹当中 我刚做了两次 所以是100篇的文章 假设就是这个就是我一篇一篇添加的 我加了100篇 我真的要去看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些文章做一个归类的话 我们就利用下方的我的自定环境的这个心按一下 这个心按一下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在这个资料夹名称当中呢 打上这个中英文都可以 那我们这边呢 说明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打上去这个资料夹的说明 那我们的这边的这个标题也可以调整 所以它有两个栏位 资料夹的名称跟说明 那我点储存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 我在资料夹当中添加了一个白花菜的资料夹 那我现在是处于这个100篇文章这里的 那这100篇的文章呢 我们可以把它搬移或复制 这边勾选之后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复制到刚刚建立的白花菜资料夹 一个是移动至这个资料夹 那这两个的差别就是说 如果我是点复制的话 它就是把这个100篇 Copy一份到这里来 100篇也会出现在这里 同时这100篇也会保留在 这个文章子资料夹当中 那如果你要一次性的 把这100篇都移过去的话 就选移动 从我的资料夹移到白花菜的资料夹 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100篇都清空了 然后呢 白花菜这边呢 就跳成100篇的文章 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文章有需要的 就是透过资料夹来做一个归类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我的自定环境这里 来做新增这个资料夹的部分 那资料夹它还可以共享 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分享给同组联究人员的话 也可以的 别人会看得到你储存的这个资料 共享者会在这里 那这个是我的自定环境的这个部分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献如果要汇出 汇出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单篇文章的汇出 我们来看一下单篇文章 我假设就点这个PDF档 就是平常找到文献之后 点开PDF档 我如果这个单篇的文章我要汇出到Mnote的话 或RefWalk右手边这个工具列 这边就有一个汇出的功能 这个汇出的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汇到Mnote或是一般的 或者是这个软体 其中比较特色的是我们有提供下载成 CSV档就Excel档 或者是直接汇出到Noodle Tools 那这边像或者是EasyBip 这个是免费软体 那这种免费软体跟这个收费的Mnote RefWalk不太一样 你可以就是 一样把它汇出到他们的网站去 这广告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单篇的文章的汇出 可以用右手边的这个部分 那我如果是直接 我没有PDF全文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这里 有的文章像这个 我如果直接点选它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没有PDF全文 但是我点文章的篇名 右手边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有汇出或者是引用 引用的话就可以直接取得 APA的格式 那引汇出的话 一样是刚刚汇出的这些功能 所以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单篇文章的汇出 那全部文章的汇出 就是刚刚搜寻的结果页面当中的 那一个800多篇的同时汇出 它是用email的方式寄出去的 那接着如果大家有一篇以外的需求 就是像这个画面有100篇文章 这100篇文章 如果你要全部汇出的话 你就可以勾选它 然后呢再做一个这个汇出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再重新点检索 然后点这个个人资料夹 再进来一次这个文章的部分 那这些栏位又出来了 那所以如果刚刚那些白的 白白的没有看到这些功能 欢迎大家重新检索 因为你存在资料夹的档案它不会消失 如果你是有登录账号的话 它不会因为网页关闭或当掉就消失 所以你就是重新整理还是可以看得到 那这100笔的话呢 你可以点这个汇出 那这个汇出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的汇出的功能 所以如果大家有要用这个就是汇出的话 你可以在资料夹做多篇文章的这个汇出 那这个汇出的部分就是上限是500篇 所以跟大家提示一下 如果有汇出的需要的话 我们有三种单篇文章的500篇以内的 就加到资料夹再做勾选 那两三个或全部 那如果是上限25000的话 就是在搜寻结果页面点共享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 资料夹的这个汇出的部分 跟大家提一下 那接着我们再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提到的 这个notion的部分 那这个notion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你只要去这个Google当中 搜寻notion 那你就可以绑定一个Google账号进去了 它不用钱 那当然也有付费的模式 然后它也有桌面的软体 就是网页版或者是下载 这个就是桌面版都有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如果有研究的主题 这个notion的功能蛮多蛮复杂的 你可以做什么就是to do list 或者是做一些等等的管理 这些我们就不讲 因为你也不是很熟悉 只是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notion的操作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 刚刚我们汇出的文献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边的import 然后呢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事先建一个主题 是跟白花菜有关的 所以我如果要新增一个主题的话 这边点新增一个page 我就把这个白花菜这个主题呢 就是在这个page当中打上去 这边可以加上一些描述的这个文字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做新增 那我刚刚这个把它删掉 那这边呢 它可以去添加东西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加号 你可以去新增它很多的功能 就是或者是一些额外的这个工具也可以 甚至它有一个database的这个功能 就是像我现在的就是这样database的功能 这个database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去把你的研究主题 再去把它细分 白花菜的部分 病种害的部分 或者是培育的部分 你可以去细分 然后做不同的标签 然后后面再加上你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把这个做一个知识体系的一个建构 然后呢PDF档都可以上传 那如果是参考文献的话呢 以我们刚刚的例子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Apps Code平台的话 你在选择汇出的部分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你可以下载CSV档 那我们如果下载的是CSV档的话 你就可以点这边的输入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一个CSV 然后你点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之前下载的这个CSV档在这里 那如果你点上传的话呢 它就会把它存成这个样子的格式 就是它整个Excel档就会拉进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下载CSV档的好处 各个栏位都有 固定连结都有 那它插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全文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资料库 它有提供这个全文的话 或者是你连出去这个出版社的网站 去下载了这个全文 你也可以把它加在这个文献当中 那怎么去做修改呢 你可以在这边去添加一个 全文这样的一个就是栏位 那已经这边都会告诉你说有重复 因为我刚刚有新增 那如果你这个也都可以去更改这个名称 那这边的话呢 它这边是打字用的 它不是上传档案 所以你要去更改它的条件值 那这边的属性 你可以在这边去点更新 编辑 编辑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它就会有Type 那预设是文字 所以我们要改它的Type 打这个File 打File之后呢 再按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它的类型不一样了 这边的空白的地方 像这边的话是打字 这边的空白呢 你点了之后 它会让你去新增档案 那这边它的上限是5MB 那你点选择档案 我就选 就是刚下载的这个 就是 这个PDF档 这篇文章 上传 上传之后 它就会上传到这个 Notion的这一笔资料当中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的这个资料 就这篇文献 文章 名称 作者 ISBN等等 那最后你就可以 加上一个这个 文章的这个全文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 点开全文 就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这个Notion 如果大家在做文献管理的话 搭配我们公司的这个 汇出CSV档的功能 就可以把它汇进来这里 那我怎么把它加到这个 就是我当我汇入之后 它会自动新增 新增一个页面在这里 那你只要把它拉过来就好了 拉到这个白花菜 那你就会发现 你拉过来之后 它就在下面这里了 所以我点一下这个参考文献 就会挑出这里来 所以你在白花菜这边呢 这边你都可以去做新增 或者是把它删除这些PDF档 这个表格 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几个件 几个按钮 那个你把它删除就可以 所以这个参考文献 如果是刚刚汇出的 拉过来 它就会跑到这里来 那如果是TXT档的话 如果我们是那个800多篇的 那个资料 如果你汇进来的话 会存文字的话 它会长这个样子 它就没有办法长那么好看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跟大家提示一下 因为这个TXT档 它是直式的 它会有不同栏位 TI AU等等不同的栏位 所以它汇出的话 没有办法去抓那个格式 结果看起来会很乱 那你当然可以做搜寻 只是说 如果你是下载成CSV档的话 汇进来到Notion的话 就会蛮有帮助的 那当然大家不一定是用Notion 你可能会用其他的笔记管理软体 那只要你是下载CSV档 然后那个网站 它也支援CSV档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功能 所以这部分的话 跟大家提一下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的关于知识管理的部分呢 我们就简介到这里 我们就简介到这里